這支燈看起來就漂亮了 但是攪拌來攪拌,攪拌了一整個小時 幾個小時就差不多 位置左遮右遮 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天又是安裝淘寶的天花燈 看淘寶的照片,這張燈很漂亮 像三星連珠一樣,還說任意擺放 開頭看照片,客人以為是有一支棍連著 可以讓你左擺右擺 但其實他是單純將大中小三支燈丟給你自己想好 所以要爬一個形狀 讓客人接受 我以這個為終點,再派兩支出去 然後他又隨便丟了兩條電線 丟了兩條這樣的電線給我 即是我要 天花那條在這裏塗進來 進來之後 然後他這個膠罩 就有一個這樣的 轉了一個小孔 透過這個小孔 就穿這條線的隔壁盞在這裏 然後又在這盞燈這樣穿一條線過來 就是他的設計 然後就把這支燈 支解到 這樣剩下底盤在這裏 你看到近中間的孔 就是過電線用的 旁邊的三個孔 就是給你轉上天花 首先又在這條村電線孔 要先過一條線進去 接著是滑位 首先要留意 他這個底箱 是一個十字形的喉 另外斜斜地 鑽了一條坑 過去 隔壁的燈槽 所以同樣的 我就是要 避開這一個位 以及避開這十字位去轉孔的 就是這個位置 對了 這樣 繼續開始轉孔 以及因為我剛才落地看過這個孔 也是太近 它之前改過的位置 所以我將它 又轉一轉了 剛才我用的是6.5轉墜 以及預計是轉軟 寸半心左右 收寸衣螺絲就夠了 因為這支燈很輕 是很輕易的beits 然后转这些灯的孔 就不需要刻意垂直转嘴 可能各自转向其他方向 它会更加确实 接下来可以读交质 接下来我习惯每次买这些2寸长的绿色胶质 接下来需要 就这样剪斜尖 或者再剪短一点去适应不同的用途 例如这个我剪到大概寸耳 寸半长 待会就可以收到寸耳螺丝了 很多时候这些人装柜用绿色胶质 跌下来 就多数一是转得不够深 一下就用错螺丝或者用错转嘴 而绿色胶质自己本身是没有罪的 所以装这些小灯 是不需要动一些油画 下下用拉爆的 另外大家装这些淘宝灯 可能都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就是基本上它们很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水线的 那水线我们要装在哪里呢 通常如果它没有什么薄水线 我们就将水线线着口螺丝 接下来一个洞 接下来收下去 接下来的水线 刚刚钻得太硬了 便把那条线扯起来 所以一定要松回一点 就是这样 将它触碰到灯壳 它这个壳壳就已经有水线保护了 到时又是这样 因为它是三支灯的关系 要把水线转向螺丝,然后搭到另外两支灯上 这样就完成了 掛到一支灯上去,就把下面的一块收口的铁 用来做焗光效果的铁 接着又要看着它 刚才可能放过右边一点 再看旁边,又要搭一寸 去定位置,然后转这一支 所以这支灯的难度不高 但就很麻烦了 现在我开始重复刚才的动作 转了三支灯,接着铺线就完成了 而且我发觉目视去看底盘的位置 是很不准的 所以这支我画了第二次才对 所以今次我要把这个反光罩放上去 然后放上去,然后画一画 这个底盘的位置 即是这个圈 然后再拿一块铁片走 好,然后再转开 这样才能够出到你心目中的位置出来 这样才能够出到你心目中的位置出来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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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